上集介绍过红磡区的生活圈 提及有一个上车盘叫曼桥 步行大约7分钟就到达黄埔站 或者河敏田站 生活配套齐全 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看上一集 由于今次开架吸引 折实职工价钱由17000多元起 平均大约19000多元左右 所以有不少的上车客 或者投资者来看示范单位 但是曼桥的销售策略一点都不慢了 今次一次过晒冷推完130个单位 今集主要会介绍曼桥的示范单位和景观 多少楼会高过天桥 多少楼高过对面的旧楼 而高层是否真的有海景 另外又会说一下 既然曼桥需要注意的地方 随着楼价上升 几百万楼真是买少见少了 大部分都是位于新格 一些交通不方便的旧楼 想买新少少的就只能买一张农床 赤价普遍都超过2万元 而最近由新鸿基发展 位于天水围的Wedland Season Bay 一个实用面积271尺的开放式 9楼截实职工价前487万 赤价接近18000元 如果要用林郑PlanGo乘数按揭的话 建筑期的价钱就531万 赤价就要19600元左右 买天水围的新楼 而其他新款的开放式 赤价都高达2万多元 九龙区更加要26000元左右 而曼桥首张价单截实职工价田 由17000多元起 平均19000多元左右 便宜着同区的二手和一手单位 所以吸引不少的买家和投资者 那为何可以买到这么便宜呢 我们片尾再说 曼桥前身是6栋已经超过60年楼零的旧楼 发展商早于2001年的时候 就开始分阶段收购 辰转经过20年发展成现今的单栋式住宅项目 楼高26层一共提供130个分层单位 实用面积介乎186尺至250尺 间价包括开放式同一房 校网方面小学属于35校网 中学九龙城校网 预计关键日期是明年2022年的6月30日 大约10个月的楼花 而项目位于红磡的学员 亦因为这样 项目的名称室内和室外的设计 都是围绕住学作为设计重点 而项目的英文名 Mangrove 是红树林的意思 亦是学群的棲息地 预计住客在忙碌工作过后 能够回到属于自己的安乐窝 曼桥位于码头围道和民宇街交界 周边有多条巴士小巴路线 穿梭港九新界各区 亦可步行到黄埔站坐观塘线 或航文田站坐观塘线和脱马线 生活配套方面 便可去到一阶之隔的红磡广场 和家围村基座商场 红磡街市等等 亦可步行8-10分钟去到黄埔新天地 解决日常生活需要 项目的基座是商铺和会所 住宅单位由5楼起 以2梯6火的设计 1层3个开放式和3个一房单位 左右两边A单位和F单位属于单边 是没有露台的设计 中间4个单位设有露台 示范单位有2个 我们先看一房单位 是18楼A室实用面积232尺 由于单位没有露台 没有工作平台 也没有窗台 所以比较容易摆放家司 厨房方面 如果有看过之前介绍 韩文田上车盘的话 就会知道我曾经提过 如果微波炉的设计过高的问题 曼桥这个蒸焗炉的位置 摆放就适中 而且贴心地在下面 设有伸缩的工作平台 和餐具收纳位 厨房的台面设计 屋定但设有新宿的插座和感应灯 如果不喜欢了 一房单位浴室门开在睡房 可以选择B单位和E单位 浴室门可改至客厅开 万桥所有一房单位 浴室都是名似有窗 上集提过 鸿磅区内的一房供应 very少 而这类细单位一房一个先设计 只有万桥才有 所以上集提及 曼橋可以填補區內細單位的供應 另一個示範單位是開放式 18 樓 F 室 實用面積 192 呎 而 F 單位是三個開放式當中 唯一一個是名次設計的 門口右手邊是浴室 而設計方面也好似設計師所說 坡實之中帶點潮皮 罕有地在棋缸地板上加了一層木 減少線親的機會 另外這個設置格也好 特別放在座廁的後面 我相信是因為採用了隱藏式馬桶的設計 設計師亦貼心地在四隻角上加了螺絲 方便日後維修 所以如果設置格放在洗手盆旁邊的話 就會阻礙日後移開面板 所以這個設置格就巧妙地放在座廁的後面 廚房設備與一房單位一樣 而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萬橋整個項目都是以電磁爐的設計 是沒有明火煮食的 不過這個單位特別之處的就是 廚房旁邊有窗 如果同時打開廳窗 就有對流效果 空氣更流通 萬橋生活配套齊全 設計間隔方面也有獨特性 那為何作為一個九龍區的新盤可以買得這麼便宜呢? 萬橋是由桂雄集團發展 這個發展商大家都很陌生 但是已經在香港 摘根了很多年的老牌發展商 有釘王之稱 即是專門以收購舊樓器價 創辦人陳桂雄先生早年活躍於中環區 所以集團的項目大部分都集中在港島 除了住宅項目之外 亦有一座名為桂雄集團中心的商業大廈 之後集團也有去海外發展 近年就在香港設立了精品服務式住宅品牌 BIG 以收租項目為主 而萬橋低層單位能夠以低價開售 第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們早於20年前 就開始分階段收購 如果純粹根據新聞報道 和網上文章資料計算的話 萬橋總收購成本 大約1.9億 可見面積大約4.5萬呎 即是每呎平均成本是4200多元 他們的收購成本相當低 所以就有條件可以便宜賣 我們看看近年市建局 在土瓜環收購的赤價 已經接近16000多元 如果遠一點 接近奧雲峰 另外有一個收購項目 赤價已經接近2萬元 近年收購重建項目 成本越來越高 自然就沒有條件便宜賣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 萬橋有個先天性的缺點 由於項目位於碼頭圍道 和文宇街 以及佛光街天橋交界 雖然項目有三層基座 住宅第一層5樓已經高過佛光街的天橋 但低層單位主要是2樓景為主 所以如果想購買赤價比較便宜的低層單位 買家就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會受到馬路車聲的影響 而整個樓盤一層6個單位 全部向東 大概15樓左右 就可以高過對面的住宅和工業區 20樓開始 可以遠望啟德跑道區的水面 樓層越高 水面就會越清晰 所以高層和低層的景觀截然不同 價錢亦有相當大的分別 另外A單位主人房向西 後面有另一個地盤 藍色棚的是房協發展的 長者安居樂的住宅項目 預計2022年入伙 而入住的長者都需要符合指定的條件 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大概需要有300多萬至1100萬左右 才可以申請入住 所以這個是非一般的長者屋 詳情可以去房協的網站查詢 由於這個項目主水平基準 都是110米 和萬橋一樣 所以A單位主人房 低層望來源 高層就會望著富貴長者屋 遠望賀文田 不過上集有網友提及 其實可以選擇環海東岸 沒錯 環海東岸當年開賣時 有劏房之城的稱號 絕對是上車客的天堂 不過環海東岸的生活圈在土瓜環 周邊亦欠缺大型商場 步行大約8分鐘去到土瓜環站 如果去黃埔站的話 就需要走一條大斜路 大約十多分鐘才到 環海東岸有八成一房單位 實用面積都是超過300呎 而最近入一間高層的開放式單位 實用面積194呎 以12000元租出 尺租接近62元 另一個在環海東岸隔離 遊行機發展的啟岸 最近收樓 有不少單位放租 其中一間高層的開放式 實用面積196呎 最近以11800元租出 尺價大約60元 業主在2019年以438萬買入 回報大約3.2厘 另一個高層單位 實用面積276呎的一房 成功以16000元租出 尺租大約58元 業主在2019年以680萬買入 回報大約2.8厘 曼橋今次開架相當吸引 不過都要碰一下運氣 看看抽不抽到才行 如果喜歡這條短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支持我們 訂閱和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走在一等待 紅錢 林非常ory 詞壇 大概你的 畫面 詞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